尹奎为9年再半默示阿凡达。 山姆我辛顿全裸上太空。 默示一种预告。 徒生华娱乐,2010804.18。 阿凡达。 山姆我辛顿主演的芯片默示一种,是他魁北9年再次挑战超进化的非人类角色。 不同于外形奇特美丽的蓝色那美人,山姆我辛顿这次接受人体试验,蜕变为飞天顿的,拥有一身怪力的超级人类,一丝不挂地展现精壮翘臀,绝裸傲视宇宙外太空。 山姆我辛顿在片中饰演一位退役空军飞观瑞克詹森,为了人类的生存希望,自愿当白老鼠参加超级人类的秘密实验。 期间除了接手一连串的医学治疗,同僚之间还要盼体能,不论在陆地及水中进行极端的体能训练,考验生离与心智的最大极限。 为了进化成新人种,山姆我辛顿每天早上还必须花七个小时做特殊化妆。 山姆我辛顿每天早上必须花七个小时做特殊化妆。 土生华娱乐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一八。 墨是一种讲述在不久的将来,粮食短缺,世界自然资源耗尽,空军飞观瑞克詹森,山姆我辛顿。 是,因为过去的优异表现,获选接受马丁科林武教授,汤姆·雷金森。 是,超级人类秘密军事实验,试图创造一个全新人种,耗在人类最后的希望家园泰坦星上生存。 在进化的同时,瑞克与妻子艾比,泰勒西林。 是,儿子卢卡斯,诺亚朱佩。 是,渐渐发现各种不寻常变化,甚至同版开始接去意外死亡。 危急之际,艾比决定私下调查这一连串怪事背后的惊人内幕。